五 四 三 二 一 天黑请闭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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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号 10号 11号 12号 共有两名玩家在请下 1号和9号 所以既由12号玩家开始发言 2号玩家做发言准备 12号玩家请发言 天助我也 太过 这局你平安度过了 然后淹了你侍郎 然后希望有个评票PK 没有想到我两把语言家 七你是不是好 你说一下好吧 我验的11是茶沙 我说一下 我实在没有人验 因为我的狼沙理念就是不验5678 所以我没有验 然后呢 1是因为他刚才被带了 我如果验他什么身份都不太好 2是刚刚验过了 3是听他发言手拿板钻 4号前面第一个出局的 然后实在没人验 验9又不太好 好吧 10我也不验 我后来验了小郭是茶沙 然后呢 你们可以听一下小郭的发言 然后呢 5678你们收着点 好吧 收着点 好吧 因为 这把我是 二连装的预言家 所以 很喜欢你是狼是吧 因为你看我就像看一个死人一样 虽然我手握茶沙 但是 我对于个个 刚才那一把 大家能找到我是预言家 我说实话 并不是因为我发言有多好 只是 只是 那几个都倒勾了而已 因为我今天发完言 我清水马上就反水了 正常情况下 就是那个 然后 安排一个平平平平吧 好不好 那这样吧 我也赌 使你只要是人 我也不是你好人还是狼了 你就安排一个平平平平 好吧 就这么可以吧 我先说好 我不知道 实是什么身份 就是 你是人 你就安排一个平平平平平 好吧 好吧 我自己安排的平平平平平平平是 九投给我 这样会 这样可以拉高你一下预言家 投预言家的面 你知道吧 一号 反正你今天也没投对过 刚才那把我是 你就给那个投一票 这样 你投谁 我都不会说你是狼 好吧 而且我保证 文华景夏你发了什么言 我景辉就不会流到你头上 好吧 然后我第一天验了11次查杀 警徽留先九后一吧 只能这么留 因为我第一个发言的冤家 安排一下评票PK好不好 这是我有可能就两圈发言了 好吧 我严重怀疑跟学习老 因为你看着我的眼神 就像看个死人一样 你知道吗 好吧 过了 二号再次 我念下头屎 谢谢宁宁的头屎 谢谢爱甜食的兔兔的头屎 不是我要烦你水呀 上一把你就没有想我站边你呀 是你不希望我站边你 不是我烦你水 然后这一把你怎么 怎么发言那么卑微的了 怎么跟刚刚不太一样了 我希望你是 因为 因为我读了一个女性玩家 你点了他们两个 所以我希望你是 但是读了水 我也不一定是读了你 反正我读了一个女性玩家 所以我希望你 我只能说我希望你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中刀了 而且我 我都没敏人 这都能中刀 我下次就是 我下次要带着亏看盘 我希望你是 我只能说我希望你是 因为读了一个女性玩家 我听一下五十一的发言吧 如果我是赌错了也没有办法了 好吧就这样过 赵宏家请发言 感谢 感谢Milance 感谢小玉的投石啊 嗯 十二 还可以吧 蛮像的 毕竟给十一发茶茶嘛 可能力度上稍微大一些 然后二号玩家中刀了 不好的消息 然后就听一下后续发言嘛 别的信息就没了啊 我过了 四号玩家请发言 就是划水啊 这老三啊 二号死了 这确实有点悲伤 哎 你说这这这这好人 咱们这又 伦策又落后了 我觉得你是冤家 我站边十二号 然后 因为我希望你是冤家 你知道吧 你连续两把冤家挺好的 然后 我觉得三号要是划水 二号女巫死了 然后我是超级好人 十一号 十一号这再顶上吗 再顶上吗 再顶上 再顶上的话 一会儿听听发言吧 然后后面再分一分对跳的 我觉得啊 这十二发言挺顺畅 你没这个有对跳之前什么的 我觉得还行 然后至于是不是呢 一会儿对跳完了再说吧 然后还得再听十一发言吧 没了就这天有过 五号那是发言 我觉得十二号玩家挺像的 倒不是因为他给小郭发沙沙 主要是因为他又打我是个狼了 他每次拿预言架 就要打打我是个狼 然后我还得站边他 很难受 所以我觉得他挺像 但是他说我看他像看死人一样 那你不是肯定 你肯定死在我前面啊 你是通灵师啊 一会儿小郭发发言自曝了 你看这个双暴 说不定就给你看了呢 我本来是觉得你会死在我前面 所以我比较开心 但是我听完二发言 我觉得我可能要死在你前面了 他说 他说读了个女性玩家 我一看场上好像就只有 我跟你的茶 啥两个 那读了十一 你我觉得小郭 可能不会冒这个风险 如果他觉得他被读了 一会儿他就自暴砍你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一会儿我就死了 反正要不然我跟他再死一个 那这读他和读我 还是有点天壤之别的 希望你读的不是我吧 然后我觉得三不好啊 三号玩家 听完二发言说 女巫死了 很悲伤 但是我看你嘴角在抽动 你看你现在都带着微笑呢 我笑是正常 因为我唯恐天下不乱 我就喜欢看女巫吃刀 但是你为什么笑 所以我觉得三号玩家 可能参与了刀女巫这个行列啊 然后就没什么了 我觉得十二相 然后那个十一 是他的茶沙 我就认为是个狼 但我觉得三号玩家 没有很像好人 好吧 过了 六号玩家请发言 我检举 十二号玩家 我直接检举 我玩家肯定是老 因为我看到他 二号玩家在 说女巫吃刀的时候 你整个人 你的笑 根本就没有停下来过 知道吧 我直接检举 对吧 我给你提供了 非常好的素材 以及这个证据 逮捕他 直接逮捕 上次就是你 上次也是你吃刀的 是吧 是女巫 他是这样做的 就是他带了刀 这一次他没这么做 他嘴巴一直咧着 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而且三号玩家 这发言 就直接定成是狼了 我也没听出来 所以你肯定是狼 然后我觉得十二号玩家 你比较像冤家的点 我作为一个好人 我占命你肯定得讲理由 对不对 我狼到过来来找个理由 就是你对九的那段发言 就是对九的那段发言 九是什么我不知道 你说 我想要一个评票PK 然后我先自己安排一下 让九号玩家投给他 这很像什么 因为你的意思是 九号玩家给你投了 就投对票 他的投票正确率就加一 你知道吗 这像什么 就像一个足球世界里面 一场球赛 一个前锋 你在懂吗 他已经很多年很多年 没有进过球了 这时候忽然 十二号玩家就造了个点球 本来是十二号玩家 比如说是队内安排的第一点球手 他说兄弟 你太久没进球了 哥们儿真得帮帮你 就算你点球很拉垮 但是你点球 进球的概率是很大的 他就让你去点这个点球 这个能懂吗 我就觉得十二号玩家 这个心态就很像是原家的心态 这是我反而我听出来的 然后十二号玩家 如果是原家 十一就是狼 所以你五十一 你读的哪一个你都 你应该不会说的读的是女生 然后黄点 最后是一个男生不得了吧 这就不太好 OK我信你 那应该是 你刚才还第一话 你还第一话 我还想起来了 他说十二号玩家 你突然就打双抱 我讲起来了 你不能抱 你是大佬 对吧 你干嘛让他抱 这啥意思 全部逮捕 名侦探阿兵 在线 逮捕跟雪儿 直接在线逮捕 好吧 上一把打得我挺爽 还跳个平民 就希望我们老漏的开枪带了 你差点被他 带完他 他反手 脑门就 你带他 他带我 我就没枪带七 你知道吧 好爽 他肯定是老 我不相信会出 就这样不管了 过了 七号玩家请发言 谢谢那个亮亮 谢谢豆包 谢谢KX哥哥亲手喂我 谢谢飞流吃钱瓜 谢谢君君 谢谢小咪的头石 然后 我觉得十二号不如特别像 因为他说 他强调自己什么连装 两把原家 这种 这种东西 修饰都太多了 然后其实本身是怕别人怀疑他两把都能摸到通灵师的或者说预言家的这个点 听听听对跳 我们很想听听对跳 对吧 然后二号说读了 我没有觉得一定会在五何时级里面读 我确实觉得有可能 我觉得我要是二号我会读一号和四号 我如果我是二号我可能在那个位置吃手刀盲读他就读了一和四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觉得可能没有读五何时级 我猜一两个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反正看看吧 反正女巫吃到肯定非常悲痛 如果十二号是通灵师的话 十二号如果是通灵师的话 我们就赢了 对吧 十二号要是狼就比较难受 然后能看看后面对跳情况 没什么 其他没什么了吧 前面 你看五何六又打起来 那这不是五六一定又开一个狼 对吧 这个东西就它确实是 你看在我这个位置我就 因为我一定会说的很对 因为五六就开一个狼 我感觉这个板子它有大狼不见面 也有可能是小狼打大狼都有可能 但五六里面肯定不可能两个好人 对吧 这个是肯定的 所以剩下的再听你翻演 我暂时没有特别想跟十二号斩别 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听对跳 其他没 因为十二号提前防守我 我觉得十二号是通灵师不用提前防守我吧 那再看看吧 好吧 我过了 八号再去翻演 谢谢翠 谢谢肯肯 谢谢凯丽子的投射 纠正一下 五六不是互打 是六单方面的检举 接发五号 并不是互打 十二还行吧 还蛮想跟十二战边的 王成龙这两把预言家怎么这么舒服呀 什么情况 正常的剧情应该是我这个位置 邦邦又留两个顶会留 给你对调 听听吧 十十一里怎么个事 七说他要是吃手刀就读一四 那就是暗点一四是狼 看看吧 我觉得五六那一四反正都是战边十二嘛 我经常听十二发言觉得还行 十二男预言家什么时候这么 这么有人性了 考虑这个体验考虑那个体验 什么时你发生了改变 先暂时先战边十二吧 在没听过十十一发言之前 打个前刚后放吧 前之位觉得五六 好像开不太出两个狼来吧 我觉得开不太出两个狼 六检举五检举的也太快乐了 小弟打大哥打那么狠 那么开心 没啥了 那看十十一谁跳吧 就这样 七的身份看景下再听听发言吧 我先战边十二我过了 十号再听发言 我就验个一验个五啊 验的四是首位 然后验一是因为 四不退水吗 我觉得他不是首位 白炸了 我是狼呀 我肯定双包呀 你想啥呢 还让我给你安排评票PK 不可能听你话 我安排个双暴战术 我肯定安排双暴 一会咱发发言 咱就报了 我觉得四不是首位 他想骗我 拿到警徽 他退水退的 退的太不果决了 肯定要邀功啊 带刀哥女巫 肯定要邀功啊 一会没机会发言了 得邀功啊 刀的女巫 然后咱一会肯定是爽 你们退水有啥用 在这做身份 气能不是狼吗 他说十二不是同龄 气能不是狼吗 现在退水 能做你们身份吗 我们肯定要自报啊 他不会读的是男生吧 一会你先报 因为他说他读的女生 他要读的五血赚 读的你咱不亏 对吧 他要读的四 也赚 我觉得四肯定有点东西 然后我们一会得报了 然后你发发言 我们就采取一个双报战术 好 我过了 11号你拿去发言 我觉得他应该没读我 我觉得他可能会读一或者四 但不知道 但报是肯定要报的 但我觉得一号像平民啊 然后九号有点像省 九号都有点像守卫 不知道为啥 这些酒你说四号不是守卫的时候 这些酒格外的嘚瑟 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比牌上带点啥 所以说 肯定他应该不读一吧 但报是肯定要报的 因为十二 九号留的是九号呀 那这些九号一拿紧灰 我们都不知道输什么 所以说嘛 他爱读谁读谁 然后我就在这边就自报了 然后就把那个七号也砍了 管他是不是大哥呢 如果七号如果是大哥就直接交牌 我们就直接下一把 然后他从那说十二号不像 十二号哪里不像 我就觉得十二号多像呀 所以我觉得七号不太像 他如果是大哥 咱们就交牌 然后那我就自报了 我就客了 十一号玩家选择自报 所以双死死亡 顺序不合千后 二号四号倒台 二号玩家请发表一页 我真的是在一丝里面选读的 你敢敢欺啊 七号玩家都知道我一丝选读 他可能在跟你们计划呢 你们真的要砍他 考虑一下 真的要砍他 自己想啊 然后反正我女巫中刀之后 后面都很开心 就三号说悲痛 但也很开心 五六也很开心 六号玩家特别特别特别开心 就七号玩家 他说悲痛的时候是 实际上没有笑的 其他人都特别开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那四号你就说一下吧 那因为我开牌前 对吧 就跟你们 就跟你们两互动了 就跟你们两互动了 赌错了也没有办法 赌错了就不好意思 好吧 就这样 过了 最后玩家请发表一页 这下更悲痛了 这个不仅你死了 我还死了 你看我像女的吗 有我这样 有我这样的女的吗 没话弄 哎呦 就找着俩狼了 这俩狼自首了 这个让彬子逮捕了 你是好人吗 我觉得你像好人啊 彬子 然后许儿其实没太觉得 一定是狼嘛 但是如果这个六好人 可以再听听我 然后七号 七号呢 说实话 我觉得八号有点像狼 但是是与不是呢 这个我现在没办法 你看啊 首先从十一的嘴里 他给了好多位置 他说一号像平眠 七号是大哥 然后九号你怎么着 怎么着 其实没聊的几个位置呢 就是八号和三号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可能有他开眼卖的狼腾办 但是事与不信 当然如果人家就比如说 人家就想做身份 对吧 那有可能 那什么 对吧 所以没啥了 我就 那怎么办 我死了 我平眠 然后加油吧 二号四号言结束 请灭灯离场 天黑请灭 天黑请灭 守卫请睁眼 请选择剑鸟 守卫请闭 守卫请闭 狼人请上眼 狼人请选择击杀目标 守在谁身边 我想我想了一切 这一切美丽的世界 谁都以为过境不开眼 就没感觉一转成才发现 空中的世界 不疫情目的urar 所以其实 能不能感觉一边 效果ó 擅长 耍到空中的监彈 不开眼 猪蟲 子蛏 帖 平时 你 不杯 惊 她 摸索跟摸見面 摸中熟悉的路徑 全自然 不狂乘的快樂 為自己有一些 安全階限 百貌招號碼為老人請去 誰都以為獨自暴 老人請離場 就沒感覺 一轉身才發現 老人請離 請閉眼 機械狼 請睁眼 劍得再到狀態為 請選擇計殺的目標 機械狼 請閉眼 女巫 請睁眼 劍 幹號碼被計殺 使用解藥器給出手勢 使用毒藥器給出手勾 女巫 請閉眼 通靈師 請睁眼 請選擇常夜的目標 空虛裏面 啤酒飄散著記憶的機會 空虛裏面 空虛裏面 機械狼 請睁眼 請選擇技能發動的目標 機械狼 請閉眼 猎人 請睁眼 請選擇技能狀態 閉眼 請閉眼 作玩家請整理表情 3 2 1 天亮了 脆水自暴環節 10號玩家選擇自暴本球戲請會流失 作玩家請亮藍燈 作業 9號玩家找牌沒有遺言 受發動技能 5 4 3 2 1 9號玩家請烈燈禮場 給9號玩家謝個頭十 感謝小鬼拋棄榮耀就愛小九 感謝耀子走了5219 感謝聽小九哥哥說愛你們 感謝三隻悶酒黃 謝謝酒黃炒辣條 謝謝酒黃爆炒小耀子 謝謝謝謝 謝謝各位的投資 天黑請閉 守衛請張彥 請選擇機械狼守護的玩家 不知不知又過了 守衛選請閉 狼人起睜眼 狼人起選擇機械目標 請選擇機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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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遇到機械目標 會自己有一些 安全就能標 老公上好滿為狼人起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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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上好玩家 雞蟹狼請睜眼 就沒在天 一轉眼一轉眼一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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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去裡面 你卻要飄散的記憶 你卻要飄散的記憶的記憶 你卻要飄散的記憶 你卻要飄散的記憶 這首試是用毒藥即可以充滿 女巫確認起閉眼 通靈師請睜眼 請選擇產業的目標 通靈師請閉眼 機械狼請睜眼 請選擇機能發動的目標 機械狼請閉眼 為自己有意 烈人起張眼 請選擇機能狀態 安全在閉眼 烈人起選擇請閉眼 各玩家起選擇的表情 3 2 1 天亮了 昨夜平安夜 隨機由5號人家開始發言 6號人家早發言準備 受得好 對不起 兄弟這確實有點難以聊 怎麼這個冤家還刀不死呀 那我真沒辦法了 我想想啊 這讀了個平民 那邊刀了個空氣 然後刀了個平安夜 不好意思 再能編故事這一刻 真的聊不出什麼東西來了 確實有點尬住了 我管 沒有好家去發言 太沒有職業精神 為什麼不堅持下去呢 為什麼也是會忍不住呢 對不對 我相信如果是小巴子在這個地方 一定可以完整的聊出一套邏輯 證明自己底牌有可能是好人 這時候應該已經在打我了 你為什麼要單方面向我投降 你這樣被我逮捕 我真的一點高興不起來 他是投降的吧 我聽這意思好像是投降 誰是他同嗎 不會是你吧 你怎麼你還能笑得出來 誰笑不出來 肯定不肯是這樣 歪哥實在沒笑 但是歪哥應該不會當成這樣 你 你這個黑黑是有點像你 黑黑姐我刀皮燕燕了 你又聽你見人吧 他們也不自爆 不可能四土豬七十郎吧 四土豬七十郎那點 還能這麼傻呵呵的 就可能那麼高興 不可能 你也不自爆 那你肯定 不是你戴著刀吧 就是你大哥 那行 那我們爽收 直接那個投一下五號一家 過了 七號一家請發言 不是 首位不還在呢 我是平民 然後那個 不是好好玩 因為我認為場上還有一個小狼 一個大狼 我們假設 你看四號是個平民走的嗎 不是 九號不是也是個平民走的嗎 開雙刀不是老人有可能能贏嗎 我是個平民 我是個平民 晚上得 我覺得六和八里面那個平民就跳一下 然後首位就 頓一下不就完了嗎 我們沒贏 四十個平民死的 九十個平民被砍死了 他們雖然浪費了一刀 但是小狼自爆 萬一是雙刀狼 他萬一是雙刀狼 他晚上開雙刀 那你不是雙刀狼 你學的十二號是機械通勤師 對吧 如果他是雙刀狼 我們還是有可能輸的 所以首位在我和明天在七和八里面守一個用 我是平民 他也是平民 對吧 你是首位 三號好像小都知道 天黑請閉 這次 玩得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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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